我講一講 究竟 我昨天講的甲吞次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上網去找 我今天其實有影片 我就免得播影片 一篇這樣的文章 講一下萬子良 但我覺得除了講甲吞次之外 他對萬子良 這些寫文章可能畢竟是年輕 提起萬子良 很多人想起蔣天養 這是過期之前在螢幕上 給觀眾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個角色 我想這些可能是年輕人 看《古惑仔》重播 萬子良的角色多到不得了 在做《古惑仔》之前 萬子良在香港影壇地位都舉足輕重 提拔了周星馳 也救他出一輩子和讓人景仰 他是不是提拔周星馳 也不能這樣說 他來自退江湖 即是一起合作 也不至於提拔 好像說萬子良想這個角色 周星馳做 那你這樣算不算是提拔 後來傳出 看到周星馳在這套 受的焦點更多 他就有點不開心 有些不開心 但又算不算是提拔 也算 如果是他 如果是他 我又沒有聽過他 才被這個角色周星馳做 那個時候周星馳在電影界 即是李修蓮打了出來 斬腦頭角 接著他就拍完一毛 才有血藥 好了 他說 但是在他最紅的時候 他做了商界 但是營商又不太好 接著又病了 調理好身體之後 影視圈都沒有他的角色 但是不要緊 憑直著過去幾十年 在演藝衫打下的影響力 他生活仍然很奢華 更一 有網友曬出萬子良 到某飯店就餐的照片 主廚就端上一碗 甲吞翅給他做開胃菜 所謂甲吞翅 就是在甲裏面 包著魚翅 是流行廣東潮傘的大名菜 不過現在因為太難做 已經很少人做了 價格自然不菲 有去吃過的網友就說 這個菜一份就三千八百八十八元人民幣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夠吃得起的 說真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甲吞翅 以前連聽都沒有聽過 普通人離富豪這個距離 只是在食上面 就能夠體現出來了 他說 如果他經常留意社交媒體 萬子良其實現在都很活躍的 到處去參加商演 一次酬勞 少都幾十萬 以這個收入 一年賺幾千萬 一年 萬子良仍然可以維持奢華生活 大陸也吃香 吃香 所以阿力歷池也吃了 吃香 萬子良 他真是那一代的藝人 好了 我們看看萬子良 只有一個鴿鴿堅 真是零流 就是這個甲吞翅 嗯 好了 我們的甲吞翅呢 其實我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那個 Exactly那個 我們那個比較大的 但我覺得這個詞也挺漂亮 嗯 那麼 香港人也吃 天尼斯道 蝶鴿堅 1388 上大陸就3888 我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大陸也有距離 或者看到他萬子 OK 我們 不用賺幾十萬 幾千萬 普通人也吃得起 五九九 不是五九九G 五九九 其實我第一批貨已經訂門了 不過你繼續訂 我就順便派單順序地 你何時收到你的帳單 就順序地派 就通知你們 你真是 你怎樣也要吃一次你才去 你真的不好吃你都可以去 你不吃怎麼可以呢 剛剛萬子良 剛剛今年而已 吃了一個 那個是我們老友來的 Surf那個 試試看 好 但是因為他的年紀問題,他出的不多課 一個禮拜去港媒,一個禮拜去最頂籠最頂籠,六七十個而已,就是你一天做十隻八隻而已 因為功夫多了,你大了嘛,十隻八隻 那我會不會賣這隻東西呢?既然他答應我,他一個禮拜可以做十隻八隻的 我當然不會賣,以我的啤梨來說 好了,那我夾吞廁,阿力準備去移鏡後 我們現在就吃給你看,我們要吃一下他有沒有吃 講那麼多東西有沒有,如果不好吃的,屌你老母,虛有其屌,浪費夠氣,奉忍得住我 好了,吃的時候怎樣吃呢? 我們因為我們急凍了,你回來其實沒事的 拿回來解凍 接著就不是很容易蒸的,是放進鍋裡,猛火煮滾 猛火煮滾完之後,我們再猛火 為什麼呢?要讓裡面的翅膳熱,還有那些味再入多次 所以我們會探味一點,可能會下鹽,因為會受到人家 因為我也不會買得便宜的 我希望大家開心說,但首先講那麼多 無論你今天有職人,阿正真的不想,幸好 我們試試這個鮮喝神針 好了,讓你的大廚準備,跟我們上去桌子先 喂,怎樣搞啊,你上去我 好了,等我來,拍不到你啊,不用怕 你告訴我,怎樣做 我有一隻,背仔要向天 我們試試看,這隻鮮,不要說笑 背仔要向天 為什麼我看到有些刺呢? 對不起各位,那些刺不是漏出來 是因為大家知道我本身有些刺在這裡 我再加刺下去,吃好一點而已 好了,然後把湯放進去 為什麼呢? 就是水王啊,阿歹他們呢 不要吃甲針刺 都留下一些,都弄下一些刺湯啊 刺給他們吃 辣食的時候呢,背仔切開一道 然後呢,就尋回湯啊 回到甲裡面的刺,讓它濕潤了先 我們有,有膠線刺不可以 有刀好一點喔,有刀好一點喔 有啊有啊有刀啊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我們換碗 但是廣刀無謂,最重要是很好吃 咦,這不是很多湯剩給他們的 嗯 做我們呢,Gas呢 是很緊淨的 留一口湯水,讓他們嘗一下 OK 好了,這個碗給他們,我們不用了 好了,用刀好一點 自從我上次那裡跟我說了 然後我說,不行,我真的很想吃 而且我真的很想開心分享 這樣呢,於是乎呢 我們就終於找到一個,不要響名了 一個老師傅,真是老師傅 去出山做這一隻 先學神針 將他全新的骨頭起了 嗯,全部都是癡 剛剛萬子糧,剛剛今年而已 吃了一個 那個是我們老友來的,shrf他那個 試一試